九龙西 黄毓民 马鱼生 那女友 更美风景 人物都可以 人物都可以得适 My Radio 全力支持 五区公投 全民制限运动 不理政治 注定集书 惯人胆治 做席绑珠 天下人 天下事 天下正经 好 欢迎各位来到天下正经 我们今天又是跟大家见面 欢迎各位收听和收看 LA-BASE的天下正经 那 今天呢 就有趣一点的 因为Syris 就过了圣地一个 一年一度的动漫节 comic com 他现在在拍一些好东西 下个礼拜就会播给大家看 那你知道 香港现在是输展 那美国都一年一度动漫节 那Ken呢 就可能走去和人看风水 那下节他才会回来和大家见面 那不要紧 我们今天虽然人丁单薄一点 但是我们呢 有位外援 就是湾区三环市 过来NVA 那我就立刻抓住来做节目 北加州的 大家好 我叫希活 就是住三环市那边 一直都有做开学生组织 写了运动的 嗯 是的 那我们第二节 就会再和大家谈到 因为我们通常 人家都说我们老美十足 因为我们很少年轻人 上来 希活是90后 年轻人 那用年轻人的观点 第二节 就会大家聊聊天 是这样的 90后最年轻人 就会是你了 是吧 那当然了 我们今天还有这个 麦后的柳sir 大家好 是的 那今天的做法 我们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我们天哪团队 刚刚过去一个星期 就做了第一次的外景 我们就走到L.A. downtown 去探索或者探讨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那个无家可归者的问题 在一个L.A.所谓加州 所谓美国的最大州 L.A.身为美国第二大的城市 有这么大的经济体系 有这么大的经济体系 然后生存在这个城市里面的 最弱势社群 那我们现在立刻就放便 和大家去看清楚一点 好了 今天带大家来到这个 这个美国的洛杉矶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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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有多少個 homeless 在附近 他們通常是搭螢幕 現在前面就見了一堆 有幾個窄幾個營就躺在街上 他們通常會在這裡過夜 可能是日後有工的話就上班 沒有工的話就在這裡游離浪檔 或者在油站那邊 希望可以幫人抹槍 每次賺一元幾毫 你會見到現在右手邊是比較多 這些 homeless 的情況 他們有男有女 前面有一個女人在整理一些東西 街上也有一堆已經砸好帳篷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在哪裏 例如洗澡 衛生問題也存在 例如你見到今天這條街是比較乾淨的 平時已經挺骯髒的 大家看看右手邊 都是各式各樣的人 應該這樣說 有男有女 有些還在掃乾淨前面的地方 主要我見到通常都是四五十歲的人 我不可以說五十歲 應該更加老的人都有 他們是否有工作 還有衛生方面 令到這一頭的環境如何 亦是一個社會問題 我現在是一邊開車一邊錄影 所以有時要平一平和大家討論 這個洛杉磯單攤是比較接近唐人街的 現在看到兩邊 即是繞到剛才那邊 都開始有些漲洞 相信越夜就會越多 他們也有一個很大的背囊 我相信他們的漲洞 有些可能有單車的 日後到處走 晚上就在這裏睡覺 OK 先說到這裏為止 這一頭會比較少 進入單攤 好了 我們又回到L.A. 單攤 洛杉磯市中心 我現在去到一個比較嚴重的 HOMELESS 的地區 這裏也是剛剛開始的 在第六街和L.A. L.A. 洛杉磯街 Los Angeles Street 你走前一點 兩邊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帳幕 已經鋪排在這裏 你會覺得為何這一頭特別多呢 原因就是 我不知道是政府 還是一些私人機構 應該是政府 在旁邊 其實是有些地區 有些地方 是給一些HOMELESS 過夜的 你見到右手邊 就是其中一間 就是有舊護車 這邊 比較多HOMELESS 正正的消防車的右手邊 就有一個HOMELESS的中心 這些中心是每一天限時開放的 可能是六點或八點晚上就開始開門 每天排隊 如果你可以排隊進去 你可以在裡面洗澡 過夜應該是一個很簡陋的床位 如果你排不到的話 那就不好意思了 又要等到第二天 才可以再…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排隊 人人都有機會 你看到大部分的人 都是黑人 不是特別標籤什麼 而是因為這個社會問題 都是真的存在的 黑人是比較多這些 流落在街頭 無家可歸的地方 看到一些連會有燒烤路的 設施都非常好 有些人是踩單車 講一下電話 站在腦中間 基本上如果你不理會它 它是不會怎樣扮你 已經把帳幕放出來 應該是放進去的 這裡是第六階 轉到第五階 情況都不太好 你看到周圍都是一些HOMELESS 日後這條街 我知道因為更多車 所以它們都比較少 走到馬路中心 到晚一點 可能11、12時 你會看到一些人 真是很油膩朗膽 走到馬路 現在已經看到有少少 走到馬路 有一個JWALK 通常不會理會它 讓它過了 多大都不會Block 都不會迫它 又多一個 你不理會它 它也不會理會你 除非你開槍 說你過馬路 和紅綠燈 它真的會問候你 問候你很多人 這一個 就過了就算了 兩邊都是這樣的 他們都不會 基本上LAPD 走過都不會理會它 就算你捉得了多少 如果你說要捉他們JWALK 兩邊都有垃圾 剛剛又經過一個HOMELESS 的地方 就是一個BUILDING 情況大概都是這樣 你不斷都會看到一些人 拿著很多東西 通街行 有些就會拿一個 例如超級市場的購物車 你可能會覺得購物車裡面 這麼大堆東西 難道買完東西 其實當然不是 那部車可能就是它的衣櫃 儲物櫃 身家性命財產 甚至乎銀行 所有它值錢的東西都放在那裡 甚至乎垃圾都放在那裡 和前面一些商業區 現在真的回來 這個商業區 身邊見到有LAPD 的車 什麼洛杉磯警察都不出奇 隔兩條街已經有這麼多人 這麼多商業區 有些都會在那裡黑錢 有時會看到一些人 夜一點會看到一些人在那裡 看到一些人在那裡 你知道它是吸原毒的 在那裡發神經在那裡大喊 或者叫別人給他一元幾號 幸好有人給他 多謝兩句 不給他的話 都未至於問候你 但是態度有些就一般 通常大致上 你真的不理它的話 你不看它 你不和它頂兩句頸 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你看到兩三條街的商業區 設定這麼漂亮 但是不用走五分鐘 你又看到整個街都是無人 所以這個情況是很嚴重的 在那裡 所以也有一個 Skeed Road的說法 你看到前面 那些高樓大廈是非常之美的 和中環差不多 但是入黑的話 行人當然比較少 不會像香港中區那樣 情況就是這樣 OK 剛才 回來了 剛才大家看到的就是 L.A. Downtown的片段 裡面包含了幾個不同的地區 我想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說一下 他們不是叫流浪漢 有些叫Homeless 但是另外一個 美國人的說法 就是叫Skeed Road 其實Skeed Road是什麼呢 是有一段故事的 以前一些做佛木的人 要運一些木頭 從山運到河 一些運送工人 他們就把木頭鋪一層油 然後滾下山 跟著樹木一邊滾下山 滾下山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都要在那裡游離浪蕩 等一部車載他們 回到山上 再在佛木 所以Skeed有一個意思 就是叫木頭 那麼L.A.他們就是 走來走去 或者另外一個解釋 就是在路上 所以美國人 久而久之就叫Skeed Road 就是一些無家可歸 游利浪蕩 沒有錢的窮人 所以引伸到現在 L.A.的情況 這一班Homeless 就籠統地說 就是叫Skeed Road 好 其實加州作為 我最初十年前搬來加州的時候 當時加州就是 他所謂這樣說 他說如果加州是獨立 加州獨立成為一個國家 就是全球第八大經濟體系 即是所謂加州的人均收入 和加州所生產出來的錢 G.O.P. 是高於整個法國的 即是加州是一個這麼富裕的州 我搬到過來的時候 我覺得普遍加州人 他們都有一種自豪感 因為他們是加州人 即是覺得加州是一個很富庶的州 直到今年 2016年 加州已經躍升為全球第六大的經濟體 但是 在這個這麼繁榮的都市 1100萬人的都市背後 居然有這麼多無家可歸者 我這個手勢有些資料 其實這些 也是在先前 《紐約時報》裏做了一個探討 就是講述到 為什麼洛杉磯會成為一個 第三世界的城市 現在洛杉磯市 大概有25000個流浪漢 或者無家可歸者 而洛杉磯縣 就是有18.7%的人 生活在貧窮線之下 貧窮線之下的意思 譬如現在洛杉磯縣 每年的人均收入就是55700元 貧窮線 如果是一個四人家庭 每年的家庭收入 是低於24500元 這就是貧窮線 可想而知 18.7% 即是差不多19% 你一千 你有數得計 差不多五分一 對 你一千 一千一百萬人 即是有二百萬人 生活在貧窮線之下 我前一陣子 其實上個星期 我特意去Downtown 市搭了新開地鐵 地鐵 叫Expo Line 由Downtown 一路去Santan Monica 由Downtown 一路去最西岸 去到太平洋 一個比較富庶的城市 沿途我所見的 就是由Downtown 頭那半月 都是很貧窮 就是貧民區 貧民局 那邊是比較多黑人 或者是西哥裔 普遍上是 而且都是最弱勢的社群 你見到那些乘客 你大概知道 大家未試過回答 都大概感覺到 一過了Global City 一過了一半 就開始 一路一路 那些環境完全不同了 那些乘客的樣子都不同了 就是 你會看到 後半部分 就是那些年輕人 拿著滑水板去滑水 因為去Santan Monica 那裡就直接去Santan Monica Downtown 那裡去滑水 有些穿著衣箱笨影 有些去玩 多數都是比較中產的 絕對是有消費力的一群 有消費力的一群 你只搭一條鐵路 沿途十個站 都可以看到 這個貧富懸殊是這麼重要的 其實有個資料 就是今時今日 2016年 在西諾忏基那邊 其實一個兩個房的屋 這個房屋的平均樓價是70 75萬 756 500中40 即是600萬港幣 這個其實是挺高的中位數 因為美國 非常高的 房屋的中位數 已經有很多無家可規者 已經有很多無家可規者 是批准了給一些 skip law的人 可以躺在街上 你可以基本上 擠一些帳篷 在那裡過夜 即是沒有人趕他 沒有人趕他 沒有人趕來 是LAPD 其實是一條法例 基本上是 但是LAPD以前 曾經試過兩次掃蕩 是當州政府的州長說 OK LAPD的頭 你可以掃蕩這些人 曾經在百多年 又做過一次 還有最近十年前 也做過一次 曾經最近一次 就像香港前一陣子 將他們的財物全部去撤走 但是清了 沒有預先警告 我不肯定有沒有預先警告 但是當他們清走的時候 香港就賠三千元港幣給你 那一批被搬走財物的人 當中可能有電話 其實不止三千元 但是那是香港的問題 LAPD的 當這批人隔了幾年之後 就告政府 說你不應該 這些是我的財物 憲法寫明說 憲法寫明說 我有權可以在這裏 又搞了一輪 到最後 所以就更加肯定了 由三階到七階 到Ming 去到LA Street 這幾條路 是批准他們留在這裏 所以剛才那段短片 你也看到很多帳篷 還有三間不同的non-profit組織 在那裏 其中一些 譬如說 其中一間是有九餐吃的 一天是有九餐 三個早餐 三個午餐 三個晚餐 一個人可以吃三個早餐 是分不同的時段 所以有些人 可能這個時間不對 就吃下一輪 但是他們是 譬如說 譬如說 都是早餐 選一個時間去吃 所以那一帶的地方 會比較多homeless 留在那裏 因爲這個原因 你說商家的話 其實那天去到六點的話 之後他們基本上一定關門 不會做生意 亦都不會有些閒人在那裏 逛逛逛 因爲他們知道入黑之後 他們就會在那裏搭帳 是的 你看到圖片也看到 影片也看到 一些人會清理地方 相對來說是比較乾淨 相對來說是比較乾淨 我看到 但是外面的街上 我想早上都會有人來清理 但是在一個 好像你剛才所說 這麼富庶的國家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 即是美國作為全世界最富庶的國家 是的 加州是作為美國 全國國家最富庶的州 是的 那L.A.也是加州的第一大城市 當然三大城市 也是很大的城市 但是L.A.的人口和地績比例 是最大的 是的 接下來11月 還有這麼多這樣的事 是的 接下來11月 加州也有一個 在選總統的時候 也有一個法案出來 讓大家投票 就是1.5 billion的美金 即是多少 150億的美金 這個數字 如果加上港幣 我不懂得 應該是多 應該是1千億 差不多 1千億 不好意思 150億 說會將這些錢 會在政府那裏分出來 會失幫 或者會給一些這樣的地方 譬如下延了一些空間 會很便宜地租給一些 non-profit 以及 盡量令到這些窮人 可以有機會上樓 他們說的是那一大地方 但是亦都產生了很多問題 譬如說 樓宇的問題 也有些組織說 那個是Lock in my backyard的組織 說我不想有些人 去到我們這個社區 也明白的 所以也是一個困難 剛才在咪後 我都跟Hayward和劉Sir聊過 通常我們住的那些窮 我住的窮 是撿得很嚴 譬如說 如果有人滑花牆 你二十四小時內 他一定要清走 所以你不會看到那些窮 不會看到那些窮 不會看到那些窮 如果見到有homeless 或者那些遊蕩者 那個neighborhood watcher 是很厲害的 即是一看到那些窮 不是你那些窮 那些人 他們自然會報警 那些警察自然就掃走他們 即是你見到 有時候 你見到他們在公園 那些窮 那些窮 就會被人掃走 所以不是在Land downtown的城市 譬如 那些唐人地區 但是問題就是 你掃走去哪裡 就是掃走去隔壁的埠 其實就是 因為這個就是 是的 因為你警察 你也知道 譬如說 你乘機表這個埠 就掃走去Rosemead 因為你那些警察 旁邊又沒有 Juradiction 這樣 他們就踢去旁邊 那旁邊又踢去 Armonte 這樣 即是當作Bowomcat 其實這不是一個根治的方法 我這裡看到 其實有一個組織 Los Angeles Homeless Service Authority 簡稱LAHSA 它的網址是LAHSA.org 如果大家上去 就會看到很多 那些洛杉磯的無家可歸者 的資料 那些數據 其實他們 就跟那個 即是響應當時 2015年 奧巴馬就提出一個目標 就是說 在2020年之前 要解決了 即是說就這樣說 解不解決了就不知道 即是要解決所有 這個無家可歸者的問題 五年之內真的有些困難 即是蓄足夠的房屋 讓他們上樓 是的 那時候 他表明到 其實是很多 很多那些 無家可歸者 其實他們 都是叫 即是退役了軍人 據我所知也是 因為近幾年多了的原因 其實這個政府是很有責任 因為 你派那些士兵去打仗 例如你看電影 American Stiper 那些都是 他回來後 可能有那個 有那個PTSD 有那個 Post Trauma Stress Disorder 有那個創傷後遺症 你知道 美軍很多都是少爺兵 以前 未打過 即是未見過死人 也都未殺過人 就算他是殺人那個 他自己後來 也有很多創傷後遺症 也都有些暴力傾向 也都產生了很多家暴的問題 到了最後 他們就被家人遺棄了 就在街上 所以奧巴馬 那時候 特別說到 Homeless和Waterland 就是他把退伍軍人 和Homeless 就被困綁在一起 就是 換言之 就是 很多退伍軍人 得不到心理的輔導 或者得不到藥物的輔導 等等 到了最後 或者得不到家人的支持 到最後 就變成了這個 變成了這個流浪漢 那時候說 要建築足夠的房屋 將無家可歸者分成四類 主要來說 其實就是符合兩大類 第一類就是 要長期無家可歸 即是說 要證明到你起碼 要不就是你過去十二月 都是睡街 或者都是睡那些 無家可歸者的 shelter 即是那些 無家可歸者的營 或者是過去三年裏面 有四次入住國那些 換言之 要留浪三年才有機會上樓 三年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另外第二個規定就是 most severe service need 即是證明 要不就是精神有問題 要不就是你需要長期藥物的資料 要不就是你有暴力傾向 或者是住過監獄 入住過精神病院 如果你符合這兩大類 你就是first priority 就是一個第一優先 優先權可以上樓 但如果你只是符合第一類 即是說你在街上多過三年 你就是第二優先 如果你只是符合第二個條件 即是說 要不就是有精神病 要不就是入住過精神病院 要不就是有暴力傾向 那些 要不就是要有物治療 如果只符合那樣 就是第三優先 如果兩樣都不是 就叫第四優先 即是最遲那一班 即是最遲那一班 其實我看到這班人 其實很多都是 大部分都是精神可能有些問題 或者跟家人已經完全失去聯絡 或者不想找他們 甚至每一批是 被遺忘 被社會遺忘 有些醫療的問題 他們也不想去面對 譬如有些HIV 但那天佔少數 所以產生很多問題 譬如 我自己覺得 不是太好 就是毒品那方面 單灘那邊 那些毒品的問題 都比較嚴重 所以這些社會的問題 其實都是很需要政府的努力去搞定 還有我們先前說過 好像你說過 Proposition 47 即是那個 兩年前 47提案 2014年11月的提案 柳Sir 你可不可以說說 為何那個提案 跟今時今日的無家可歸者 有這個聯絡關係 那時候 47是被我們加州人公投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說 當時的監獄很爆滿 不如就將一些重罪的 還有那時候加州財赤 是的 要削減減減減減減減 是的 其中一個減減的原因就是 方法就是令到 譬如這個罪是本來是重罪的 就將它減減 被判減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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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 就可以令到他們 有一批 就算犯了法 不算太嚴重的話 譬如說 財物損失不過950元 或者不是性犯罪的人 這樣那批如果 由本來的法罪變成 不需要坐牢 其实是减少了很多监犯 大家不知 营幕上的朋友 大家不知什么是重罪 什么是轻罪 轻罪很简单的定义 判刑期不多过一年就是轻罪 多过一年就是重罪 或者有某些情况 例如是性犯罪犯 那些不论判的一年都是重罪 或者毒品有关的都是重罪 在过去一年里面 这个法案在2014年11月通过 已经过了一年多 他们知道有13000个罪犯 是少了这些监犯 总之一句都说了 当年为了省钱 经济危机 加州财赤 州长就什么都剪 一刀切 其实不止 那就是程教署就剪了预算 所以监狱就要提早 把轻罪提早放出来 甚至乎本来在这两年里 在那里面是犯重罪 应该要坐牢 就变成已经不需要去坐牢的地步 所以这一批人也是 在监狱出了 可能又不想回家 又不想面对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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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片段里面拍到的 也不是不良少年 那些都是成年人 大部分都是三十至五十岁 当然 有些是因为自己的问题 有些曾经服务过国家的军人 也有正如你所说 因为四十七提案 所以把罪犯提早放出来 不适应社会 而流到街头 其实这个问题也很复杂 很复杂 那我问一下你 三环市那边是怎样的 三环市 homeless的问题 是很严重的 一向都 如果大家有去过三环市玩 你出去打探 你会见到很多的 是保持着日夜都有人走 都是有男有女 有男有女 但是当然男多 始终都是 他们是学生仔 还是中年人 多数是中年至老 年轻人比较少 反而 沿着丹坦市街 Mission 那边是很多 他们是通常 一入夜六点后 就会进去一些 我们叫mune 即是类似宿位的地方 开始有睡立梯 或者去店铺的门口 开始铺地席入睡 这些地方 台湾街也很严重 这个情况 台湾街也很严重 对 湾街也有 相对没有丹坦市 始终那些地方 对于homeless来说 没有太大益处 因为近丹坦市 有时会派食物 他们会通常是一个聚居 他们通常走来走去 但是这个问题 也纏绕了很久 很多人也不会很想 经常见到他们 觉得他们会影响治安 或者影响市容等等 所以三藩市 其实是有讨论过 homeless的迁徊问题 他们其实是想 有一个法律去说 把homeless排除出去 不能再在三藩市责役 那把他们放在哪里呢 其实都是相同问题的 你趕他们走 他们依然都是homeless 他们只是去另一个city 你除了建房子 让他们上楼 是啊 现在LA这里 就是说明建房子 专门被homeless居住 三藩市来说 房子的housing问题 比LA嚴重很多 房价问题 地方不够 地方小很多 现在近几年 价格上升了 了 三藩市更夸张 是的 计算香港之后 其实是其中一个最贵的城市 而且房子又小 多了移民之余 本身是有些tech的人 大家知道植谷那边 他们很多是外州来到这里做事 然后公司或者他们收入相对会高一点 所以很多时候买到的楼是可以高一点 但是就会推高了楼价 所以homeless的问题来说 就是说回刚才说 会搬走他们 其实大家都可能听过 Oakland 治安是最差的了 来三藩市大概 如果不塞车的话 半个小时 就是一条之隔 是的 有人讨论 其实你赶走 没意思 其实屋伦更差 就是治安 嗯 屋伦也有很多 很多homeless 是的 因为屋伦本身是一个 比较低收入的城市 还有旧区 旧区 还有人种来说 比较多黑人聚居 当然也会有很多Chinese 即屋伦有China town 但是很多时候 大家晚上都不会想在那边出街 OK 就是这么差 是的 我们这边LA的话 我就不觉得他们会 就像影片所说 也都不会怎么 我开车的话 完全不 我觉得是安全的 我经过 因为有时 无家可威者 你看到 有些可能是年轻小子 找不到工作 就是不可以 也都不好意思回家 就变成了轮落街头 但是那些人是正常的 就是有些人 比如说 刚才天下团队拍到的那些影片 有些人直接过马路 又不看 不会理你 不会理你 那些人很明显知道 他们是有问题 就是他们是照顾不了自己 而且也是找不到工作 例如说 他们真是最弱势 因为他们好像没有了 谋生能力 就不是说 经济问题 不是说机会问题 而是他们真的需要帮助 我再想到 为什么在洛杉矶和三藩市 都有这么多流浪汉 因为我住过第二个州 第二个州 原则上来说 你应该 比如我住过德州 你应该是不可能 看到有这个无家可归者 因为晚上是会写冰 空天的时候 人口是会过百度的 就是你阿里桑拿那些也是 你应该是不可能 放在那里会死 真的会死 气温差很远 就是我在想 如果隔离州 阿里桑拿那些 天气这么差 如果我是无家可归 我都可能会走一走 走来 走来 L.A. 这样 那 就是看一下 这个十一月 这个提案 过不过得到 如果过得到 下楼上 就会 起多些 是的 有些人 有些non-profit 会帮他们 希望他们 减少这些 在轮落街头的情况 提供一些医疗 或者社会 社工给他们 帮他们 不过第一批 都是 起码要在街上 睡了三年 三年 真的 要有精神问题 或者是暴力倾向 那些 就是要学习好几个条件 都是什么 是的 都是才可以上楼 是的 所以我也很怀疑 奥巴马说2020年 解决了这个问题 没有问 2020年 都不是去做了 是吧 不过这个 就是我们做这个 做这一节 这个特辑 就是走访这个 走访这个 走访这个 L.A. Downtown的Skip Road 那个原因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L.A.原来是一个 这么苦蜀的城市 又有那些球星 又有那些明星 是的 即是 几个 几个地铁站之隔 竟然是天堂的地獄 是的 一个就是大西洋的豪宅 太平洋 太平洋的豪宅 整个Monica 相对于 丹丹岳头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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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是十米八米之隔 是的 这个贫富完全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不止在香港 是在美国 是的 但对比 如果是香港的话 简短说几句 政府有做过多少 我这一两年 我真的不想过去 你有做过些什么 其实说房屋政策 真的要说回以前的港督 是否八六百里浩领 是谁 即是当时石劫秘大火 开始建了林屋区 然后建了公屋 即是 那个年代做得最好 是的 因为当年很多都住在一些 铁平屋 那些木屋 就是因为那件事 所以 是的 近几年 真的没有什么怎么做 是的 只是建豪宅 所谓豪宅 是的 好了 我们这节谈到这里 接着下一节 我们有很多人和阿希 聊天 OK OK 一会见 好 又回来天下政经 第二节 OK 转转话题 今次是特别一点 你上了来 三万事 我认识你也有一段时间 知道你的大名当时 就是因为你是 原本你是 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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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文思潮 学文思潮 那时你是 即是你怎样开始 会 关心到这些 是否因为反国教 嗯 即是其实 不要听他说什么大名 没有大名 即是 那时我的学文 都是属于第一批 创会的成员之一 其实是因为 我们 在学文之前 另外有一些学生的组织 来的 即是九十后 那一陣子很流行 八十后 九十后 反高铁当时 我是在反高铁当时 出来的 那是第一次自己出来 参与社会运动 是 即是我一路自己 这小时 家人有讲开这些 然后又 自己又有兴趣 去了解多点 时事 所以就 听到 反高铁 那些事情 有什么问题 很严重 所以就出来参与 然后就 开始认识了一班 其他学生 志同道合的人 然后 有一次去城市论坛 大家是讲 关于反国教的议题 是 接着大家认识了 有得做 所以就帮忙一起 做了一个学文思潮 是德育及国民教育大联盟 因为有几个组织合法 一起做 所以当时 可以说是城市论坛 带起你们 是时候要搞个组织出来 是 那是缺合点 当时应该是2008年左右 我认识 8年前 其实2008年左右 没有很多人 关注反国教这件事 我们是比较少数 有些人在想参与 然后就发现 也有些自己人 快点聚合在一起做 当然 那你当时 就是 学文思潮 就是 我们知道 所谓学文思潮 每个都是中学生 但是 你也是由不同的中学 你不是同一间中学 你是不同的中学 那你怎样认识大家 或者你自从中学有多少个是学文思潮的成员 当时 我当时学校 其实没有人在学文 那你怎样找到 学文都没有帮 没有 完全没有帮 是的 那时候是透过Facebook 不是 是MSN 还是有MSN的时代 那时候就有个M群 然后把有兴趣的人 就S在群里面 然后吹吹 吹吹 大家就说 有集会 一起出来 然后相认之后 就开始Friend些 吃饭 然后就 又觉得有得搞 所以 每个都不同的学校 有刚好一两个 王之锋 他们几个是同一间 那你当时是 就是 你意识到 就是 老实说 很多中学生 就是 我做中学生 那时候也是 那些语言 那些语言 你读 你就读 你就记住 然后就去考试 那你就怎样意识到 就是 反国教 就是 国民教育 这个害处 就是 你当时是看过 那个语言 你觉得是有问题 还是 听一下媒介 媒体 这个是 这个是洗脑教育 那你就 相信是洗脑教育 那时候 社会主流 或者媒介 是没有什么 怎么说的 是 我们自己 有几个人 看看 了解一下 这些语言 究竟是什么 10个人 10个左右 然后就开始 放一下街站 派一下 那些 flyer 那个时代 我记得 大概是 一至两个人 做街站 一个人叫咪 一个人做派 都挺辛苦 都是义工的 算不算 完全没有钱 没有 一定没有 那个时代 那个年代 我相信 就没有什么 蓝丝黄丝 但是 怎样都有些 维园阿伯的 那种 mentality的人 他们有没有 有没有 就是当你 派fire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 留难 或者 有没有 粗言位 那种 那时候 因为大众 都没有什么 关注这些事情 我们是 属于 先锋 所以 社会有很多争议 我们 我还记得 有一次在山田火车站 摆街站 跟着 那些阿姐 阿叔 那些事情 主要是罵这些人 没什么用的 那时候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就是搞了一无谓的事情 那时候 罵得很厉害 因为大家 又不认识我们 那 知不支持也好 就变成大家 还有一个 想了解更多的心态 来去看我们 但是 有些 他们一直 都是 对于产政府 所以他们走过来 直接指着我们 到天花板 但是 你那时候 觉得那批是 五毛 或者是普通的家长 香港人 地道香港人 那些 那些像是 香港人多 比较中年 不算是新移民 不算是新移民 你看得出的 听得出的 没口音的 老一辈那些 五十以上 即是真的维园 那些 都有一些 是的 也有一些 OK 那后来你就过来美国 即是你读完中学 过来美国 读大学 是的 那接着雨伞革命 发生了 那时我在Facebook 看到你 就立刻 第一时间 就买一张机票回去 吃吹雷蛋 即是那时是 是学生罢课 是吧 我们那时也支持 学生罢课 那后来 928就开始 雨伞革命 那时序大概是这样 那时候 你的心路力是怎样的 你在电脑上 看见 哇 你这样都可以 香港居然这样打 那些学生 还是 有什么驱使到 你有那种冲动 立刻要回去 我那时都觉得 我在电脑上看到 即是那晚都没有睡 很多香港人都没有睡 都在喵喵声 但都是不外乎 对着监控器 都在喵喵声 就不会用行动 立刻买一张机票 那时 但是你那时 有这样做到 也是 非常勇敢 因为你那时 在学期中间 要考试 等等 有什么驱使 你去領埃回去呢 因为自己 这么多年来 都有班主开 有参与开 对香港有个情结 即是我们在这里 一直都有留意着香港的形势 因为我过来 都有跟志同同学的人 有形成一些组织 来去参与香港有什么 我们都支持 所以 就是因为这样 也认识了SUNNY 是的 联盟 是的 其实要讲远一点 雨傘 开始之前 六二二 差不多 是说明云自主 当时大家都 还在看 有人做事 但是还是比较关注一点 但是没有什么期望 说真的 那段时间 香港剩下了一段时间 没有什么人说有什么期望 你说戴耀廷 你是不是说佔中三子 那时他们吹 就是雨傘之前 一年前 他们已经开始说 要佔領中环 那时都是口讲的 是的 全部都是做些 虚疑的性质 做些无疑 如果又要手扣手 我都在网上看到 无论可以拘捕 就是模仿马丁路德金 那种 就是这样 就要签家送信 下又要签 下又要签 然后要把人分几批 第一个就是第一阵线 第二个就是后门 类似这样 但那些都是空谈性质 那时候 你作为一个年轻 九十后 大学生 你看这班教授 或者这班老一辈 你买不买他们那一套 我都知道 大耀廷一直以来 都是寂寞的推销员 但是 我们也不会说不买他的 他有他说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想法 每个人都一同 但是当时来说 其实我想说 例如622的时候 其实大家没有说 有什么希望 但是留意着 但是一路 看下看下 去到中大集会 那时候 开始发觉 喂 为什么这么多人出来 好像有些了道 然后 然后 几晚都 有什么更新 都继续 看着半夜 然后 去到926 927 开始 情绪高涨 看着他们 琴进去 其实是很感动的 那时候 公民广场 是的 我和朋友 几晚没有睡觉 很大冲击 对 我想 留意香港新闻的人 会很大冲击 是的 是的 那时候 看着这样的发生 其实是 感动 反而是 因为 看到香港 终于好像有些起色 所以 对于香港 是有个希望 这些东西都驱使我 是很想回去 因为 催淚弹 其实不止 催那里的人类 如果香港有机会的时候 一定会全力去争取 全力去博到尽 当然 假如我 那时候看到的新闻 我可能没有你跟得太贴 日子上的6月 那些 但是我自己看到 因为学生 自发这样做的这件事 我是感动 感动之外 坦白说 都很惭愧 因为居然 这么多民选的政客 或者委任的政客 他们没有做过任何事 居然最后走出来的是 学生带领 是吧 我又惭愧 又想想 我自己去学生 那时在做什么呢 即是我19岁那时 在做什么呢 或者我19岁 我已经是没有说 但譬如我17岁 那时在做什么呢 不会那么留意政治 当时我们 偷懒打机 唱棋 去玩 绝对不会留意政治 绝对不会说 喂 那个老师叫你考 那题 扔出来叫你赌 那本 参考书要买那本 你买了 你读读 你记住 就是这样 即是不会说反思 绝对不会说反思 为什么会这样做 所以这种是非常勇敢 和有那种思维 我自己觉得 就是 学生就是香港的未来动良 而这种动良是有那种独立思考 这个是绝对 绝对是 绝对是敬畏 绝对是敬畏 和作为一个香港人的自豪 后来 九二八 我自己也想不到 这样的事会发生在香港 那为什么刚才又会说回 占领中环呢 因为是 如果我说错 你纠正我 那时序是不是 九二八 催泪弹之后 接着 占领中环 即刻啟动 是不是 类似是这样 是的 是的 那时候 其实那时候 我们的年轻是很不同的 因为原本是自己的 那些人是自己的 那些人是自己的 那就是他们昨天进去的时候 那大教授突然间出来 很厉害的 第二天 看东 喂 立功奴 是的 所以其实 就是长毛跪之前 那时候 不是一群人都走的 那时候 就是不需要留下 那些人觉得 有搞过这些东西 但是 长毛跪是 即是跪叫你们不要走 那时候 那时候 你是在场的 我不在场 我是在看着直播的 是的 但是我最感动的是 就是因为 我看到我以前那群战友 在上面 就是面对着吹弃弹 是真的 跟那些警察在那里 在那里 斗的时候 我是不忍心见到 有些这样的事发生 自己都很想参与 一份 因为自己的心 依然在那里 还有那些感觉 那么多年的争取 没理由去到现在 放弃 有机会 当然要争取 我们十年后 二十年后 我想你都会有些 这种感觉 就算你在美国 如果香港没有改变 你仍然会有这种感觉 我会相信 但是 其实 看回学民小潮 最成功的 就是 拉倒了反国教 是的 拉倒了国民教 是的 那次真是最大的胜利 那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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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发展到 就是 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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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说你是本土派 就是发展到后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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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晟革命之前 我们很少听到 本土这些字 或者我们很少 听到 什么光复行动 或者救污 或者其他那些 后来 就是 就是 后来应孕而生 对不对 那现在 个个都说是本土 就是 中雪根都说是本土 那 你觉不觉得 你自己是本土 哦 我觉得 我自己是 你怎么定义本土 我觉得自己是 就是 要说回 例如我和其他战友的看法 其实大家的看法不同 甚至大家是曾经人学民 但是除了国民教育合作之外 很多东西都有一些分别 我自己是 在里面 都觉得是比较本土的一派 就是 因为我自己都经常 听到在浴品牌场 就是 经常都教育这类 然后 就是我自己对于 本土这个意识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就是近年来说 有这个东西 其实是 对于整个 香港社会 是起了一个 很大的作用 你看到很多 十年的时候 是没有这些 是变得 一些人都很散 就是香港经历过 由殖民地 到 叫做回归中国 那究竟 怎样定义自己是什么人 是很难的 但是 本土这个意识 这个概念出来的时候 大家知道自己的身份 大概是怎么样 维护本土利益 这个就是重点 所以 我自己都很好支持 当然是香港人 優先了一些 就是 我经常遇到 这些 比较年长的人 他们会质问我 或者 我问他们 为什么这么激 就是 管什么土 三藩市 那些 唐人街 那些 多不多 你觉得这批人 其实很多 三藩市 三藩市 大部分都不是左交 就是蓝丝 我自己在LA 可能你 Sunny 都觉得 在LA 我认识的大部分 都不理香港的事 我自己为例 是的 所以 他们经常来挑剔 然后 我只会问你一句 你想想 如果相同的事情 在三藩市发生 大量的墨西哥人涌入 然后 拿了学位 床位 他们都拿了 你现在没有公开 什么都没有 你会返不返 是的 永远都是 执不及到肉 就不知痛 是的 是的 那其实 我不知道 柳sir 你怎样看 本土的定义 你怎样看 我很少问你 其实我也是觉得 一定要维护 本土利益 香港人 优先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想想一下 现在有多少 上了楼的人 是在内地移民过来 近几年 但是 反而好像 第一节 香港有这么多 家庭人 为什么那些人 不是优先 而去 让那些 一天 百五个家庭 来香港 而有得 让他们上楼 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所以 不单止是 楼宇问题 当然 有很多 譬如福利的问题 或者水货 最明显 到今时今日 都是无日无之 只会 看下去 就一直 慢慢 延续下去 我们 六八九 开始的时候 都会去上水 那条桥 说 要搞这些 什么 这两年 搞购物城 对 什么都帮不了 所以我自己 都是非常 赞成 本土优先 这条文 其实是 我自己都认同 但是 我觉得 本土 首先 就是 香港人优先 这个当然要 有些人 他说本土 他可以说 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 保育 香港人的资源 给香港人先 那种 比较温和的本土 另外 有一些 但是 他们所谓温和也好 激进也好 其实他们想达到的目的 都是一样的 譬如说 你去见到那些 光伏行动 你主流媒体 不断 不断 又踢梯 又搞到小孩 其实 他们 最后的目的 都是什么 最后目的 都是 上香港的资源 给香港人先 因为 政府制度 傾斜 其实不止是傾斜 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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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这么说 譬如说 你移民到美国 经济担保 有一个人要担保 如果 最初 几十年前 就说要 首五年的担保 后来 就要 十年的担保 现在 那个担保人 是要上升 一直到 要入了职 才脱身 就是 你一日未成为 美国公民之前 你如果走去 拿任何福利 政府的福利 那 那个政府 就会 跟你的担保 人 经济担保 人 本来是没有资格 香港又不同了 香港 未够七年 就可以 申请公屋 就可以 拿救济 等等 中盟 现在都在说 你都未够七年 你都未是永久居民 你都未是三、四 未可以这样做 是的 你投票权 你都未有 你就可以拿福利 这个是否KAYE 对 这样 譬如美国人 你移民过来 你要拿个社案福利 都要做够二十个credit 是吗? 十个还是二十个credit 不是 美国人 要做够 美国人 包括公民 和永久居民 即六卡 要做够四十个credit 四十个credit 四十个credit 一年四季 即是要做够十年 做够十年 才可以拿到这些社安福利 可以拿到社安福利 当你退休的时候 是的 还有 你如果是入籍的话 即入籍之后 你回到香港 或者回到大陆 他都会寄账给你的 或者他都会 直接寄账入你的户口 但如果是六卡 不行 六卡 你人一离开了美国 就算你做够十年也好 他不给你 你要人在美国 即是他一直就是 就是告诉你 你做一个居民 和永久居民 即是六卡 和公民 是有一个分别在 是的 是有一个分别在 他都希望你可以 融入到这个社会 做够事情 在美国有些贡献 才可以拿到这些福利 但对比在香港的话 这个case就不同了 香港的制度是有点强 由这个制度畸形 所以才令到 老实说香港人 我一直觉得 可能是殖民地 本性就是怕事 和不是很利益 如果大家 你有得吃 我有得吃 大家有两餐吃 就算了 即是安居乐业 很少说 因为香港人 不是一种 本身是很有 鬥心的人 是吧 我自己觉得 他不会无端端 走出来示威 不会无端端 找人来搞 除非你真的搞到他 除非他没有饭 才会出来 因为你 小巴、的士 那些最明显 要么 要么 没有留住 要么 要么 没有书读 要么 没有奶粉 你搞到他另一件事 他才会出来 因为你会直接影响到他 他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自己觉得 你就算温和的本土派 或者是比较激进的本土派 其实那个目标也是一样 都是香港人友善的 我想问希活 现在你在三文市 都有些组织 他们大概 你们的理念是什么 这个组织 嗯 我的组织 其实是在雨甲之后 所成立的 不是 是期间成立的 因为 这里都有很多留学生 无论是大陆也好 香港也好 他们那时候都很关注 这件事 大陆 大陆留学生都装置你这个组织 是的 都有的 大家那时候是志同到合地 去为香港想做些事 有关注 所以成立了这个组织 我想查一查 问你 大陆那些人是什么省份 港州 都有北京 都有的 是的 那个其实是 在 应该是期间的时候 他来了一些集会 然后 我问他在哪里读 他是在Berkeley那边读的 高等学府 是的 是的 他其实有这样和我们说 就是说 大陆里面 大部分人都不会支持这些事情 但是在Berkeley里面 大家如果都知道 Berkeley 一直都在政治上 是比较aggressive 一些的 无论在美国 当年华尔街 在那里都有搞些事情 是的 有接受教育 高等一些的人 都会去理解这件事 所以 这是学生组织 现在在雨甲之后 大家有什么香港议题 都会商量一下 聊聊聊 最近我们也有合作过 和其他组织 在三环市搞了一个 十年的放警会 哦 是你们搞的 我们部分 在协办 不是协办 不是协办 好 好像雨甲一周年 你们也有搞过展览 有些反思 或者是图片展览 还是电影放映 我搞过两次不同的事情 再远一点 搞过一次 是未够庆的电影放映会 那次是我们煮的 然后刚刚上年 搞了一个雨甲展览 有些展品 有些照片 有些香港来的监纳 头盔 大概 我们都想将这件事 在三环市里做 有些人没有回香港 了解清楚 究竟香港发生过什么事 因为这里 我们有时常常都分析 三环市里 有很多蓝丝 那些 上一站问题 他们有没有人来踩场 我们没有人踩场 但是在外面举宗旨 在外面对着我们举宗旨 或者撕我们的指示 或者撕我们的指示 即是有些箭射出来 哦 即是有些箭射出来 有些箭射出来 有些箭射出来 它就撕破它 放在地上 有两脚 有些鞋印 哦 因为我们那次搞的展览 是在Chinatown里面 就是三环市Chinatown 很多土共 如果大家知道 叫花园角 我们在花园角 我们在花园角旁 对面 可能旁边就是那些会馆 福建 那些同乡会 对面 对面 每天都有几十个 那些阿叔在捉棋 那些是土共 是的 我们试过去那些派传单 一定是老母来骂 你就踩场 你就去他们 是的 其实那些人是最无聊的 他们每天就无所事事 你LA也是 那些同乡会 好像重门深锁 有些大门锁 但是我经过的时候 听到什么声音 有些麻雀声 看到他们打牌 那些就是 好话不好听 来到就蹲去唐人街 然后勾福利 然后又骂美国 如何不好 如何不好 然后如何拥护祖国 那些就是真的 那些人真的很无聊 我自己觉得 好 刚刚说到三藩市的现象 为什么有这么多立司 其实我也想看看你们 LA会不会和你们都很相似 因为三藩市的媒体很单一 电视台只有26台 报纸有两份 一有世界 一有星岛 一有星岛 也是又多的 最多人买 最多人看 但现在都入了三藩市版的 苹果 在电话上 不是报纸 叫做好点 我们回看这些报导,其实是很偏可,星岛大家知道什么事 其实26台都累近了 我当时在德州都有星岛和世界,美南版,即美国南部 当时星岛是很厉害的,世界日报 当然还有几份台湾日报和中国日报,但都是台湾那边 他们的销售是高很多的,高的星岛日报很多 那星岛日报为什么现在这么高呢? 因为它是二本商人的,是吧? 7号,7号,5指美金,又送了集资等等 那你当然是高销售的,平时都是买5毛指 三藩市,其实也是说说广东话的人多 三藩市是其中一个星岛比较强的地方 例如洛杉矶,世界日报会比较强很多 现在洛杉矶也是星岛的? 不是,世界日报会比较多,不止一半 是吗? 除非你星期日送了本周刊就好一点 因为星岛的报导说自己是北美萧林冠军 如果北美的话可能级别的范围很大 是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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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LA的情况差不多 即是你主流的广东话电台是一个 那些都可以的 那些就不是说 不是说蓝丝大内部都有一些自我審查 因为你凡是一个商营电台 你就要顾及很多东西 顾及很多东西 顾及其他东西 电视台好像只有一个台 也有十万台 也不是,有几个 有天下有几个不同 但是那些是要付钱的 即是不用钱那些是只有一个? 有over the air 有几个 因为我很少看《坏人》那些电视台 因为他们播放那些旧的东西 即是那些旧的剧集 没有什么东西 那么 为什么那么多蓝丝 其实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都跟一些 我都不可以说坏 但是这样说 即是所谓的长辈 他们的思维是这样的 他说 好地地你怎么搞乱他 那些不是土共 那些是土生土生香港人 即是那些香港人 即是踏踏实实做人 即是那种 但是其实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那些人其实 他不明白 因为现在那些年轻人 其实就没有这个上流的机会 他们已经是 看不见未来 已经是撿了第一阵 即是香港由80年代 70年代 美80年代初 经济起飞的时候 他们已经赚了第一桶金 是不是 每个人问他们 他们都自己有一层楼 接着另外可能有一两层楼 在收租 他当然不想香港乱 是不是 你香港乱 他那些房地产 他那些资产 他那些股票 即是每个都上了楼 就是既得利益者 既得利益者 那些就不是 那些我觉得 他们就没有什么理念 原则上 都是向钱看的 那 LA这一班人 就为数不少 我觉得 就不是 口中所说的土共 也都不是五目 而是 即是 已经上岸那些 也都不明白 现在 那些年轻人 其实他们是欠了些什么 你证明那些年轻人 那些年轻人 你还骂他们 那些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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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他们觉得 香港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搞了这些事情 那些年轻人 那些年轻人 就是 在雨鸽的时候 他们只能跟我们说 香港 其实你们这些人 搞得这么乱 但他们不知道 其实香港是不乱的 占领那时候 大家看回 其实占领区外 天下大平 完全是无风无浪 也都有一批人 是觉得经济闲头 就是你们这样 阻害了经济 那些人是做不到生意 那你想怎样 那他们会觉得 生意 我现在要钱 我当然是赚了 你现在先钱 以后 你不搞乱的话 我以后也有钱赚了 但你这一刻搞乱了 我拿不到钱 那我怎么办 这一个就是 我们年轻人 和上一代的矛盾 大家经常觉得 上一代就是自私 因为他们记得 你就是想自己 有铺有楼 当然要保障自己 但是同时 我们怎么办 说真的 难听些说 他们过多二十多三十年 都会死亡了 说真的 但是 是的 很自然 但是我们那时候 还有六七十年生存 那我们怎么办 是的 而且整体上的思维 是不同了 因为 因为以前 的而且国殖民地的时候 你是踏踏实实去做 每隔几年 就算你不是特别标青 你也有即升 你一路一路不停升上去 很多东西都是铁饭碗 你没有人站住 你是有一片天空 你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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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职的机会多很多 比起现在 是的 不止求职的 还有你上游的机会 是的 上游的机会 还有 你的的确确 用心读多几年书 你的前途是好很多的 但是你现在想想 你读完诗 都会在这儿勾勾 然后你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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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沿途更多书 然后人家就会告诉你 你超过几年书 整件事 还有你读完诗 所找的人工也都上不了楼 买不了屋 或者申请不了公屋 那你又怎样呢 是吧 住屋的问题 所以其实有很多问题 他们意会不到 香港正在发生 是的 其实香港这个社会 是很变态 为什么个个十八岁一出来 就是申请公屋 是的 根本香港没有机会 就是你读完大学出来 现在是没用的 只有那一万二三 怎样生存呢 吃完饭 乘坐完车 上班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香港是很有趣的 你和他有什么大理念呢 其实是很难入耳的 因为太笼统了 但是你说 没有扭车 或者没有即升 或者那边没有奶粉 那些就容易入耳 所以说之前 本土 或者光毒 或者救污 那些 因为那些是贴身 那些是贴身 成邦 港独 和龟英 你拜不拜 还是你觉得这些是口号 这些是坚明的东西 其实 说到龟英 成邦 本土 这些是各种不同的身份认同 我这样看 你觉得自己是如何 身份认同 这件事 一直都是出自于 你自己的文化背景 你自己如何承认自己 所以 各有各说 我不会觉得有冲突 但是 同时 也好像引申了出来 有不同的抗争方法 在我而言来说 我觉得 这几类都没有问题 各自各争取 大家都是为香港的 民主等等的 当然 不是说要民主党多派 也没问题 但是 如果说 未来投票 有很多不同的标签 出来了 对不对 多了很多 比上一届 已经很不同了 跟上一届 举个例子 含磊投票 民主派大佬 我相信 你也是听不入耳 因为我也是听不入耳 什么 含磊人投票 没有理由 举个例子 我那时也说 举个例子 如果你在美国 一间上市公司 你的CEO是不行的 你跟着董事会 好像有 不计划 就来都被人踢走了 那个Malisa 不到三年 未到日本 已经踢她走 是什么意思 你做同一件事 你说争取 争取那样 争取那样 做了十多年 都争取不到 然后你永远 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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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自动连任 那样 跟着你会叫人 喂 是啊 因为你现在要投个 投个 机会大赢的 那你 那当然 你有个 你有个 基本盘在那裏 你以前也是机会大 你赢的 你赢的机会大 就要投你 投到你退休 那样 那这个是说不通的 我自己觉得 做得不好 就应该踢走它 这个不关系政党的问题 这些事情 搞不定 你不要争取做 那一班 老的 不是因为你老 所以要你走 是因为你对香港 搞几十年都搞不定 的时候 就好好反省下 是啊 我就持这个相同的 想法 不是一定是民主党 就是不行 但是你民主党 老的那几件 押住了 那些位置 不让人上 就是你当初 你犯过威 那才走了 或者你其他那些 你陈伟业 以前都是民主党 那你陈冠涵 都是民主党 那你每个人要走 就是你几个大老文化 你押住那些位置 然后就叫人 叫人去投票 那些人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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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如果多些 你九月怎么看 你会否多些 年轻人出来投票 就是改变这个 改变这个 光谱 九月 其实 究竟 哪个赢哪个解标的票 都没得说 太多 太多不同的人选 例如说 直数少了 又减一直 但还要多了人选 的时候 都看不清 其实都看不清 音乐主席 是 但是 我想 年轻人来说 在经过雨伞 或者这么多的事情 发生之后 开始多了很多 那个awareness 就是有关注 参与上 至少都会想投票 或者表达自己的 但是 老过一班的时候 比较年长的 依然在社会上 始终都有一班人 会投票 但是 随着时代改变 我觉得 越来的来说 主流的思想都会改变 其实我也很想看下 今届 会多了多少 新的年轻人 出来投票 其实年轻人出来 就是 换言之 我们老赌说的 就是做大个饼 是吧 你做大个饼 如果你的饼 真的被你做大赌 的话 这个就不涉及 借票 这个基本盘 始终是基本盘 只不过是 只不过是 你一班新的人 走出来 是 会表达自己想 想要什么 不会陷入投票 他们 绝对相信 是不会有这样的意识 是的 其实 香港的社会 意见 是有太多 看到现在 有不同的声音 出来 反而是一件 可能是一件好事 就是比较 看清楚 究竟大家支持 是什么 哪一个方向 比较多人支持 有些希望 可以越变越明的感觉 是的 我拭目以待 看下 看下 九月会发生什么事 你会否回香港 我想回 但我回不了 我身边很多人都会回 是的 在节目未完 之前 有些事情要说 我本来都没有打算说 但是我当时说过 在天下政典的群組里面 如果吹得最行 那几件 我们一定会出来说 我又不可能不说 因为吹得这么行 就是先前 就是说 这个 政府 即是六八九 无端加上那张 衰仔字 所谓衰仔字 就是那个确认书 那件事是怎样的呢 件事就是这样的 话说这个郑重泰 就去了这个 晴朗一天出发 这样 主持人就问他 你既然都觉得 这个确认书是有问题 而你有这么多候选人 都决定不签 那为什么你们 就会去去签呢 你们的意思就是 他属下的组织 列普城 他说 那郑重泰就回答 如果你不签的话 就当然就是 你一个的表态 你觉得这样的做法 不对的话 但是就有更进取的 就是 你签了就反而 会成为公民抗命 那既然 他要设定这个局的话 你就顺着去咯 那即使他最后呢 是说我们 失实声明的话 要逮捕的话 我们也乐意奉陪 那首先这段 也挺黎明 因为很多人都听不明白 哈哈哈哈 那那些网民 有个Leon 有其他的那些 他就叫我们 天下政兴团队 你不如解释一下 听不明白 搞什么 首先我是无法解释的 我们只是一个主持人 对不对 那我们无法代表他 无法代表他 去这个释法的 这个我们没有资格 不过如果你问我的意见 他说 为什么会想到公民抗命呢 柳瑞如果我 如果我说得不对 你纠正我 或者希霍 我说得不对 你纠正我 公民抗命 我理解 首先的意思就是 你起码要犯法 比如说 1960年 马尹路德金 都是因为 你看Selma Selma那部戏也是 因为黑人的选择 然后他们就由 Selma 在阿罗巴马州 一直操 过去 蒙哥莫里 然后警察叫他停 你不能再冲下去 你都继续冲 就是他和平地守救守 他就觉得 首先你要犯了法 然后你的法律 然后你的法律 是不公义的 然后你就故意去犯 这个不公义的法律 然后就被抓 这个就叫做公民抗命 对 对 就是你首先要犯法 如果他叫你签 你觉得那张不公义 而你没有签 那就 你没有犯法 因为你没有签 但是我想 郑泰他的意思就是 不是签了就等于公民抗命 是很吊诡的 因为你如果签了 就有机会给你 可以将来去公民抗命 这个就是我 觉得他是想这样说的 这是我的理解 要这样说 因为你不签 你就有可能 连选你都没得去选 那你又没有犯法 你又没有选过 那就没事了 代表我是不满意 你这个安排而言 我不表态而已 或者我表态我不认同 所以没有签而已 他说他签了 我觉得这个是有五步曲的 这样才可以做到公民抗命 又不是一签 公民抗命 而你签了 即是代表你可以去参选 那你就去参选 参选到 又不代表你赢了 但是又要假设你赢了 赢了先赢了 赢了 赢了赢了 你进到立法会 然后 你就又要提出这个 这个港独 要吹捧港独 因为在签了那张臣子 他才说你是不能吹捧港独 那你签了 然后又都被你参选 又被你赢了 又被你入到立法会 又被你吹捧港独 即是代表了你违约 因为你签了你认同的事情 你没这么做 你违约 然后警察抓你 然后叫你 然后拘捕了你 这样便公民抗命了 因为当时你就是犯了法 总之你要五部局 你就要签了 然后你要去参选 然后你要选赢了 然后你要进入立法会 然后你要提倡港独 然后被逮捕 我自己的立场是觉得 因为是政府 在这个时候要 把申请表进去才加了这个法例 首先我就不觉得 法律上是可以做得这样的 这不是普通一个申请表 首先你交表的时候 它已经有一篇 它说你要填写 你要拥护基本法 拥护基本法的意思 就是你要拥护一国两制 以及高度自治 但是代表你 其实已经代表了 你是不能提倡港独的 因为你提倡港独 就不是一国两制 就叫两国两制 但是你就可以逆转头的说法 假设我进入立法会的时候 我才假设有一个 他们五个都选择进去 可以做到一个公民提名 是吧 将个宪法完全改过的话 到时 假设 但是这样就不代表了港独 不代表了 但是假设去到那个时候 香港觉得这个议题 港独的议题比较成熟一点 对比起现在 是吧 三年前和现在已经有很大的分别了 到那时候才说 我整个 如果我们可以公投的话 全部香港人出来投票 说港独是不是成立 那这个已经是另一个范畴了 是吧 其实最重要的 我觉得 进入了立法会 可以做到这些这样的声音 假设可以做到五居公投的话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步伐了 我觉得 你说的那个 我会说是中敬五号 那个是最理想的 但是 我自己的定义 由你签了那一刻 到你去派传单 你去宣传的时候 你已经是说港独 或者说会和那里有违反的 其实已经是一个公民抗命 OK OK 即是签了 签了的时候 也都再跟他说 因为已经是同样的 是的 是的 到你出去 开始做这个选举工作的时候 是说你是要港独 那些事的时候 所以 开始应解 假设你是参选 假设你会觉得 都是应该先签了的 那你不签就不能玩了 是的 我也是同样的感觉 我现在先签了 我能进去的话 是不是 到时才算了 是不是 不是到时才算了 到时我的议题 才能能白效到 如果我能不能进去 直接都不能说 我觉得六八九这次是捉了财务 其实他懒惊地叫人签这张 其实他最初是想 禁止了这班管道派 让泛民进入 是的 谁知道他计算错了 现在反过泛民不肯签 现在你迫着要让他们进入 要不我估计 那个情况就是 要不到了最后泛民 都迫着要签 那就很仰臊 短期内 我觉得他们会说不签 但是到截止日期 我自己觉得他会签 那泛民就很仰臊 因为你现在不断骂他 不断骂他 这个是什么最后底线 什么各样 要不六八九 就说其实那件事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其实就签不签无所谓 那就给所有各个都有 那就变成六八九样衰 我就不觉得他会退 以他一向的强压手段 我就不觉得他会退 那都是那句 拭目以待 我们就说这些都是个人意见 其实正如泰自己想想 想什么我是不知道的 是的 那班泛民 他们自己有什么 有什么搞的 我们也不知道 那么六八九 有什么我们不知道 只不过我们看完这几句 就是看完这个商台 不是这个商台 这个D100 是不是D100 还是雷霆881 哦 这个是商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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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sorry 看完这个商台这个节目 就是听了几句话 我们就憑那几句话来 就是讲讲大家的意见而已 就是我们也都重新一次 这个是刚才那些 我们个个个人的意见而已 就是我们没有资格去释法的 那我们都是买定花生 在这等待而已而已 老实说我们真的在海外 这个风波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跟进的 只不过这么多人在这里炒到热了 在我们天下群组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那在这里顺带一提 如果大家想我们讲其他那些议题 或者想我们讲其他那些谈审的东西 你就一定要去天下群组那些post Facebook群组 Facebook群组 然后draw到那些comments 就像这个题目那样 draw到几十个comments 然后大家都炒到这么热来说 那我们就没得不讲的 那么 那一集在这里先想 再次多谢 多谢希玟 我知道你的schedule很忙 过来一个weekend 这样 已经排到密晒 今晚就会 白忙抽空 过来我们那里做嘉宾 多谢你 谢谢 希望你三藩市那边的组织 也都 继续run得 什么 还有少些被人踩场 太金滑 我们也希望继续做好节目 各自努力 给大家一个预告 下个星期是不是 Siris会回来 拍了一些好片 香港有书战 这里的圣地牙哥 就是一年一度 很大的动漫节 看看他会拍了多少个年龙 其他东西 看看可不可以带两个年龙上来 是吧 发梦了 好了 在这里谈了这么多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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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